中华民国脚底按摩职业工会联合会理事长却志安 为了演述母亲生前济世助人的善心 特别尊洁了三藏费用 购入1000多公斤的白米及食品 为请立委赴昆琦 分别捐赠花莲长荣养护所 花莲特殊教育学校 花莲美轮企能发展中心 华山基金会及秀林乡部落交流协会等爱心慈善机构 22号上午完成捐赠仪式 事业19号中华民国脚底按摩职业工会联合会理事长 同时也是花莲五星堂主理养生会馆 负责人却志安先生的母亲 却妈皇儿老太夫人往生告别礼 且让理事长为了允许母亲生前的 祭祀助人的善心以及爱心 特别尊洁三藏费用 购入1000多金白米以及食品等物资 并且围请福根请地位服务 分别捐赠给花莲长荣养护所 花莲特殊教育学校 花莲美人旗能发展中心 华山基金会及秀林乡部落交易协会等爱心慈善机构 22号上午在花莲市上至路三号住所完成捐赠仪式 这次的爱心煎米还有饮料 是因为我妈妈在4月8日往生 那非常多的亲朋好友 那追思妈妈送非常多的新鲜的米塔 那我们将这些米塔来做一个社会回馈 那也感谢了 这个互分期立委服务总部 来做帮助协助一些弱势团体 来加理我们将一大批的米 然后分送给五个这个团体 那也这是一个小小的爱心 然后也希望可以将这个功德回向给母亲大人 让他在天上来讲的话 可以当个快乐的佛菩萨 受捐赠仪的单位 除了对立委服务团队长期关怀与捐助表达感谢之外 对秀赞理事长运行母亲祭祀助人的爱心 也表达尤重的感佩 记得中一欢迎收到